亲爱的选民和共云党的支持者, 身为一个西客人, 我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华语和一些访言, 比如广东话和沼州话。 我向用华语来演强, 我想是为了要感谢UNO社的居民, 因为他们在我做家访的时候, 都很耐心地听我用很糟糕的话语, 和他们交谈。 我会继续努力, 谢谢大家包涵。 是为了一个国会议员, 我发现当我用可种族的沐浴和居民过东式, 他们都会比较愿意和我奉献他们的故事。 我们虽然来不动北京, 谈谈我们尝试有他人的沐浴来国东式, 我们在建立彼此建的桥梁。 加强我们这个多远从族社会的凝聚力, 事业是个提醒我们, 我们不论是什么宗族, 说的什么意愿, 我们都是新加坡人。 工人党要建设一个多远种族的新加坡, 我们希望和种族不但能够互相体谅, 也能够意识到不同信仰和预言的可贵。 一个简单的温厚如谢谢, 又能够有盛业的意义。 一个重组团结的新加坡, 就是一个长大的新加坡。 也是一个工人党想建设和服务的新加坡。 掌握民权,把我未来投共产党一票。 谢谢,感谢, terima kasih, thank you, Nandri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